大家好 欢迎收睇日跟频道 我是十九肥仔 今天 其实我录的时候是5月22日 我想大家看这条片的时候 应该是5月23日 所以应该是昨天 日本出了一宗 令到网络社群震惊的新闻 就是知名声鼓谷切 深陷不伦丑闻 其实我想有留意日本动画的 应该都听过鼓谷切这个名字 最经典 最为人所知的 自然是高达的阿宝 其他如星矢 美少女战士的地长卫等等 全部都是经典角色 虽然现在已经70岁 但打扮也非常年轻 即使到现在也有很多粉丝 都可以说已经上了神台 但看来他这次就会在神台下跌下来 因为他中了文春炮 文春就踢爆了他 原来是和一个37岁的女性粉丝 有4年半的不伦关系 该位粉丝本身就是名偵探柯南中 安室后的戴黑粉丝 他在2018年 总共看了45次柯南剧场版 寄了无数次粉丝信和礼物给事务所 黄天不负有心人 2019年收到古谷车的讯息联络 在古谷大叔的美声加上甜言物语之下 因为他无法拒绝安室后的声线 所以就和他一起拍拖 我们就欣赏一下古谷大叔平时怎样哄女生 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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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谷自身が演じるワンピースのキャラクター サボの声で話している 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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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陵ôn天蜜的戀愛后 2021年 女粉丝顾 大事 真是老而尼堅 怪不得可白说自己不输年轻 当古谷切得知女粉丝大肚后 古谷切对他很冷淡 女粉丝更加指控 古谷切甚至使用暴力和法律等手段逼他墮胎 一开始这个报道出来之后 本身人们就以为会不会是文春炮乱咖啥 有些人就先观望多一段时间 谁知道也不用观望 没多久古谷切本人他就承认了 也亲身接受了文春的采访 他就说接受了采访之后 决定坦诚自己所犯的大错 并且向社会大众道歉 他直到去年为止 都和一名女性粉丝有长达四年半的不伦关系 他一直以来诚心支持自己的粉丝感到好感 所以就很轻率地主动联系他 并且展开这段关系 在交往过程中 曾经因为吵架而失控动操 无论身为人或成年人 这是最低劣的人为 另外还注下了大错 逼女粉丝实施堕胎手术 对女方身心造成严重伤害 他也感到非常抱怯 对于长期支持自己的粉丝 觉得自己辜负了大家的信任 令到大家失望 受到伤害 也尖污了自己负责的角色 无论如何道歉也无法彌補 也辜负了所有相关人士的信任 为他们带来困扰 他会将余生用来赎罪 同时也准备好接受任何制裁 有些人截录了一些受访的内容 记者就问他 这女儿跟你相差37岁 跟你女儿是同一辈 古谷切就说 可能真的太兴奋了 可以跟年轻可爱的女性一起 然后记者就问他 两个人的关系里 性方面的比重大不大呢 古谷切也认了很大 而且也多得他 建立身为男性的自信 觉得自己还是一个男人 由于那个女孩是安膝透的粉丝 所以古谷切也很懂得做 安膝透就有一句名义 就说我的戀人是这个国家 然后他就把国家换成女粉丝的名字 所以也成功在第二次见面 就带了这位女粉丝上酒店砌 他就跟女粉丝说 自己也好几十年没有跟老婆做过 所以跟他不算出轨 而且他还跟女方说 他是不人体质 所以第一次性行为的时候 就没有带到套 而说到打女人那一刻 他就说 是因为当初女方想要离开的时候 他在情急之下就一巴掀过去 也很担心对方报警 在去堕胎的陆顺一一直安慰女方 就跟他说 只有五个星期大 不算生命所以没关系 他也很坚决表示 绝对不会跟那个女孩结婚 古谷切在采访前就跟家人说了 他太太对古谷切的评价 就是真是愚蠢又肤浅 就继续这样丢人烟眼地生活下去 都可以看得出他太太也挺生气 而看古谷大叔 他的招数和手段这么純熟 我想也不是第一次做这些事了 只不过这次玩大了 有些人估计愿无意外 随时有其他女孩现身说自己被古谷切吃过都没顶 有些人认为古谷切这堂事之后 他的事业已经毁于一旦了 不过也有些网民说根本不需要担心 你看猪肉在前 灵木达央 英井孝云 井上和彦 狼村大富那些全部都没事 当然不多不少都会受影响 但又未至于事业毁于一旦 一来日本这些艺能界娱乐圈 对男性的不倫格外宽容 而且升级这一部分也比较冷漫一些 而且古谷切其实也已经半退级 虽然也一直有出盛一些活动 但接不接新角色 我觉得对他来说也没所谓 要担心的是旧有角色 阿宝又不会受影响了 因为在高达来说 阿宝的故事也结束了 而且出新游戏、出其他东西 怎会换升级 你换了我第一个不买 唯一要担心的就是他在名偵探柯南的角色 始终柯南也比较大众化 所以会不会有影响 也真的要放场商看一看 不过题外话说一说 通常其他情况发生这些事 通常都会出现一些一面倒的马战 反而今次没有出现这些东西 较多出现的就是不少高达迷 都参与一份笑 全部人找回高达里面的名台词出来 把古谷切和阿宝化成一个迷因 包括我自己也看得很开心 怪不得那些人说 喜欢高达的不会有坏人 但也不会有正常人 古谷切的访谈就没办法找到原片了 因为只有文春的会员 给了钱的会员才能看整篇原访问 这么快应该还没有人放出来 不知道之后会不会有更多更详细的内容 好了 影片就到这里了 各位朋友 大家又怎么看古谷切这件事呢? 欢迎留言说下大家的意见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拜拜